一个假动作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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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假动作 轻松碰到你够不够 我就是高手 我我我 就是你们口中说的 深藏很不柔的高手 好我们现在在小黄人的这个餐厅 然后我们点了中午的吃的 刚被你试过 现在心情有一点复杂 我点了这个 这个煎烤肠加薯条 然后是68元 热狗配薯条 然后他这个哇 感觉很好吃的样子 来一起啊 他这78感觉好像比较划算一点 然后78套餐加这个饮料 我试一下 这个蛮推荐的 78加套餐然后很好吃 记得下来吃哦 熊油要来啦 熊油要来啦 你班的吃得过来干嘛呀 减茶 哈哈哈哈 웅你好嗨哦 其他 你说很嗨啊 好可爱啊 天呐 你真的好嗨喔 你真的好嗨喔 哈哈哈 丁丁 你在敲鼓吗丁丁 丁丁你在敲鼓吗 丁丁一下啊 丁丁 tanto 哈哈哈 Vi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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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今回 If you get pissed Hkes 小宝人 来啦 HELLO 我们现在来到了小黄人 才吃过牛泪 这边有一个游戏就是变成小黄人 我超爱小黄人 算了我是他 我们俩好无聊 笑得很恐怖 我要到这边来 这个好好笑 现在我跟哈哈在小黄人的园区 然后我们要坐这个小黄人的过山车 过山车 因为哈哈 都比都比 因为哈哈她坐八天虎之后呢 就已经放开了 觉得嗯 最难的都 就是觉得这个 稍微可以尝试一下 因为没有像八天虎那么恐怖 而且它是室内的过山车 它不像室外 而且它不需要打头朝杂 而且它不用排队 这是重点 那我们上去了 那我们上去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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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坐完这个小孩玩的小黄人过山车 遭到了我们前座的两位就是哥哥和姐姐的嘲笑 他们下车很轻蔑地往后看了一眼 说哎呀怎么连小孩都不如啊 我下次真的不想再跟其他坐过山车了 真的 我觉得很丢脸 非常丢脸 你要理解一个第一次坐过山车的人的心情 非常丢脸 好我们现在到了一个小黄人餐厅 然后要吃这个小黄人特色的杯子蛋糕和瑞士卷 我们来先尝一下杯子蛋糕好了 冻的这么硬吗 嗯 嗯 嗯 那么吃什么都这个 虽然贵 它是三十八五个 但是还蛮好吃的 这是banana味道 banana 这是月饼吗 这是杯子蛋糕cup cake 你看 下个 下个 我们来吃下这个瑞士卷 你看这个瑞士卷很可爱 超级可爱 来 我们试一下 再说 真的吃 虽然 对啊 眼睛 inkles listened to this 是吧 你来试一下这个瑞士卷怎么样 是不是也是香蕉味的呢 肯定啊 BANANA 不用这样 说实话 虽然贵是贵一点 但是口感还不错 这个很好吃 对吧 如果让你花钱摆的话 你会买的吗 38块钱 不会啊 我们要在这儿帮回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看有个小子人 哈哈哈哈 你干嘛 好了 我们刚刚玩过了小黄人乐园 接下来向下一个乐园出发吧 很遗憾没有变成小黄人 嗯 给点人 我们现在在侏罗纪公园 准备去侏罗纪公园 探险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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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哈哈哈哈 我们刚从这个哈里波特进去之旅 强烈推荐大家来玩 很精彩 很很酷 然后因为那个风风去过这边了嘛 然后跟我们 跟我们回来说很可怕 特别可怕 我们想说有什么可怕的担心的 结果进去一看 全是蜘蛛 我刚才我刚才问风风说 你觉得整个就是这个环球里面 最恐怖的项目是哪个 风风说 哈里波特 然后我刚玩完之后觉得 还好啊 对啊 其实还好 而且我真的觉得就是室内的 就环球引成室内的东西很好玩 真的 大家一定要来 而且这个没有很吓人 就是偶尔会后仰啊 俯虫啊那种 对 轻微的 就不是像富山车那么剧烈 是的 推荐大家来玩好吗 哈里波特进去之旅 效果非常好 嗯 好真实 那个做的 我们玩玩室内去玩室外的吧 好 我现在在卖这个 学员服的店 这个绿色的是斯莱 斯莱克林的服装 849 我们走吧 很奇怪 嗯 我们现在看到最多的 这个 对 出口的那边 算了 走吧 出口 出口在哪 走吧 你在瞎比划什么齐哈 哈哈 我在按照那个纸上 咯 不是 好放弃吧 麻瓜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个麻瓜 走吧 来 这个是哈里波特的魔法棒 人民币349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功效怎么样 哇哦 有钱的卡斯 来 动了 太多了 我有在写 它在写 它在写什么 你在写什么 它在写什么 它是这肥 sensation 哈哈哈哈哈 你看一下 这是一个 您算 现在它不会 哎 它龙了 哎 哎 黑 哎 巨痛 直接从来 governors 这ший 好像是魔法的时间了 我怎么感觉它一直在动啊 你指不指会这都动啊 你的POPPING真的很烂 我们现在在等哈利波特的灯光庆典 这个叫灯光庆典 不是叫什么魔法庆典 魔法庆典 他们在等这个 觉得会是一个比较好看的一个动作 好 好的 再来一次 没有人回到开始位置 没出不景 卡斯你现在要去干嘛啊 去玩最后一次霸天火 我觉得霸天火 现在时间是六点五十哦 七点闭关 能不能赶上就看你了 加油 快出门 快出门 不行跑不动了 这个真的 说实话啊 这个看起来很吓人 但是坐上去的时候没有在下面吓人 这个顾山车好像全程一分二十秒 飞场的哦 祝卡斯幸福 看卡斯出来了 哎不能放大 哎怎么样 发型略显传伦 我们今天其实所有的项目都玩了一遍了 超级爽 小心小心小心 很爽 那你要不要再来一次 霸天火 我要有时间我可能再来一次 很好啊 你二刷了今天 二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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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今天一天的环球旅行 环球旅行 哈哈哈 你是怎么样 哈哈 一天环游世界 没有 我们今天的环球影城之旅已经结束了 然后玩得非常开心 很尽兴了 对吧 该玩的都玩了 是的 而且我们没有做攻略 只是凭借环球影城的APP 然后 我们想玩什么就玩什么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我先总结一下 我觉得我推荐给大家的是 环球影城五大园区里面的 室内的游乐设施 很多人说室外的过山车什么很刺激 对不对 但是室内的像四地五地的那种 那种体验非常非常的棒 经济之旅今天是我平时最棒的 对没错 哈利波特园区的经济之旅 因为它的就是等于是四地的电影加食物 很真实 结合在一起 非常棒 感觉做得很 对 就是所有园区的室内的游乐设施 就是我都推荐给大家 然后室外的话 就是第一名就是 霸天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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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玩两次 太厉害了 这个过山车 是我玩过速度应该是最快的一步 特别棒 然后这里边的 你知道它的具体速度是多少吗 我还查了一下 多少 它是四秒然后加速到10870 哇哦 四秒 果然数学系毕业人呢 谁查这个东西啊 哈哈哈 整个人傻掉了 你有什么推荐吗 今天玩了一天有人推荐给大家 有什么推荐 我其实最推荐的还是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个 好 嗯 嗯 还有我想一想啊 我们还玩了 算了 哈哈哈 就是推荐大家 如果是有时间的话 可以工作日来这边玩 人会比较少 排队也比较少 像我们今天比较lucky 人比较少的情况下 可能每个设施就排5到10分钟 然后就就过去了 我想起来了 我有一个遗憾 嗯 就是今天没有看到微震天 哦对我们今天错过了微震天 对最后一场没有赶上 然后对 唯一的一个小遗憾 其他还好 我觉得这个园区真的很适合大家来玩 但是唯一有一个缺点就是 他的排队的走路的时长非常的长 就你每个游游游游乐设施 这个真的很想吐槽 啊这个倒不用大吐槽 我要求新来 求新来 为什么不行 就是今天玩了一天我们的感觉就是 这个呃 环球影城非常非常的好玩 但是唯有一个缺点可能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 穿一个方便舒适的鞋子过来玩 因为他对 因为他每一个呃 每一个游乐设施 他排队都要走很长长的路 倒不是说排队的时间长 而是走路的时间长 可能前面没有几个人 但是那个排队的那个路线 要弯弯绕绕走很久 你可能要走十分钟才能走到 对没错 所以一定要穿 尤其是哈利波 一定要穿方便的鞋子来玩 好吗 好了那今天的vlog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